大唐经理站在门口 礼貌的道 真不愧是搞服务的呀 连这都想到了 也罢 想想那天晚上唐柔的飞车 心里还真是有点怕怕呀 那行 你派个司机吧 到了车跟前 小林和小芳极有默契的一起 抢上了后座 把王庆和傅明杰紧紧的挤在一起 刘武抓了抓脑袋 坐上了副驾驶座 挤在傅明杰右侧的是小芳 似乎有些不胜酒粒 浑身软绵绵的 连同挺拔的胸脯 一即靠在傅明杰身上 坐在他隔壁的小林 似乎也不胜酒粒 靠在小芳的身上 一只掀手细细抱着小芳 却有意无意地 将手指放在了傅明杰的大腿上 王庆微微闭着眼 也将擒手靠在他身上 从这个角度 一低头 就能看见某些白花花 且格外高涨的部分 这 傅明杰根本动弹不得呀 只好吸了口气 向后靠了靠 傅总是做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呢 小林说话的声音软软的 听起来 傅总是做房地产的 留五头也没回 难怪啊 这么年轻就做房地产 实在是太年轻有为了 要是我能找个这样的男朋友 就好了 傅明杰咳嗽了一声 刘总也是我们房地产公司的股东啊 惊讶声并不大 估计是不信的 车子驾山的时候 转弯的角度很大 一会儿左边软绵绵地撞过来 一会儿右边软绵绵地撞过来 这也就罢了 偏偏小林的手 一道转弯 就自觉不自觉地轻轻收缩 挠得傅明杰的大腿 痒痒的 用尽了全身上下所有的精气神 才看看控制住 没及时出丑啊 各位 到了 司机很有礼貌地 将车拐进一个停车场 谢谢 留五不由分说 逃出一千块 再给了司机 司机喜出望外 一个劲地感谢呢 总算是学到点的 欧洲风情酒吧街 果然很欧洲 很风情啊 整条街秉承了 欧洲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全都是二至三层 欧陆风格建筑 居然连高塔 钟楼和水塔风车等 这样独特建筑 都能一览无余啊 景色错落有致 风情酒吧街上 路灯的灯饰 也别聚一格 大罗地 小圆盘 应有尽有啊 每栋房子的色调各有特色 却又和谐统一 自己网在景天混了一年多 居然来都没来过 众人信不走到 在酒吧街的入口大风车旁 旁边高高挂着一个 风车半酒廊的霓虹灯牌 两层的露天咖啡座 沾着红色太阳伞和黄色布棚 水从狮子头中沿着岩壁躺下 墙上还有古典主义浮雕 容易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欧洲途径 这里是个青吧 适合喝酒聊天 小方似乎还真是熟门熟路 皎洁的笑了笑 不过我们还是适合去 一轩 没想到你对这个地方还这么熟悉啊 小林笑咪咪道 小方的脸色微微一红 我以前有个男朋友是 是这里的DJ 不过 不过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王庆物字骄傲地挺着胸膛 此处张望 自从到了今天 我都没有出来好好转过 今天总算是开了眼界 其实我也是开了眼界了 只不过有点不好意思说 薰衣酒吧的牌子 在酒吧街零零总总的招牌间 也算不得特别显眼 不过 进到里面 还真是 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居然 居然全是木头结构 各种颜色的木头错落混搭 营造出一个充满自然风情的酒吧空间 让人油然而生一些感性的词汇 比如 自然 回归 温暖 质感伴随着旋转绚丽的灯光 让整个空间充满升级 如音乐般流动起来 生动而丰富 果然是个好地方啊 几个画着非主流旋装的小女孩子 迎了上来 其中一个一头披肩长发的女孩子 扫了众人一眼 直接对着傅明杰 傅耳道 请问有预定吗 傅明杰摆了摆手 现在只有小卡座 最低消费 傅明杰没有停价格 直接傅耳过去 就卡座 小卡座 靠 还真是小啊 又短又窄的沙发上 坐三个人宽宇 四个人挤 五个人就要靠塞的 不好意思 要是有位置出来 我给您换 没等傅明杰抱怨 小姑娘已经提前道歉了 真机灵啊 算了 叠单 好的 请稍等 女孩子转身离去 这里的音乐 真好 王庆突然拉开嗓门喊了一声 轻轻闭上眼 身体开始有节奏的晃动 傅明杰震了一阵 说实话 这种近乎疯狂的欧洲音乐 韩只觉得好听 却完全不觉得哪里好啊 高表演的是不一样吧 皮肩发不一会儿回来了 拿着一张单子 你喝什么 音乐声太大 傅明杰不得不抓住王庆的腰 傅儿问道 这腰真是又细又滑呀 随便 王庆口中的气息 轻轻喷在傅明杰耳朵里 但是要比刚才的酒够劲 傅明杰正正地看着 闭着眼 继续晃动身体的王庆 莫非 你是要买醉吗 刘武突然拿走了酒水单 傅儿道 好好陪陪嫂子 这边我来 这果然是一个 让男人长脸的大好机会啊 刚才随便看了两眼 都是上千了套餐 很快 两瓶造型奇特的福特加 被拿了上来 上游若干康师傅绿茶 若干冰块 皮筋长发很自觉的 体重人倒好酒 突然傅儿对刘武 说了几句声 刘武脸上的笑容 有些诡异 有傅儿傅明杰 这里有助行的好东西 傅哥有没有需要啊 靠 这个傅明杰还是很知道的 这说的不是某种粉 就是某种丸 他大力地摇了摇头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软性的 也都是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贝勒追求享乐 不顾后果 那是极不负责的高法 自己一项比 即便在外面混 也是从来不真实些玩意儿的 刘武挥了挥手 披肩发指好点了点头 似乎说了句 祝开心之类的什么 就退了下去 来 干杯 王庆 王庆第一个拿起一杯 掺好的福特加 爽快地一饮而尽 众人受了感染 也都一饮而尽了 对好的洋酒 实际都没什么酒味 入口很顺 王庆又主动给所有人 倒了一杯 再次一饮而尽 就这样 夜连喝了三杯 福特加的酒力 猛然间从全身化开 激烈的音乐 此时入耳 似乎特别鼓舞人心 第四杯 王庆是自己一个人喝掉的 喝完这一杯 他突然放下杯子 跳到了人群中 开始跳舞 刘武凑过来道 嫂子没事吧 福明杰苦笑了一声 怎么可能没事啊 如果那个什么奇少 真是当初在大学里 就和王庆谈恋爱的家伙 到今天为止 这场恋爱 算来也有四年了 四年的感情突然终结 虽然王庆什么也没说 世人都能想到 他此刻的心情啊 你去陪陪他 福明杰摇了摇头 别的不知道 失恋的心情 自己的感受 还是很深刻的 想当初看到 王庆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闷了许久 就是不愿意 有人打搅自己 这种时刻 是需要给他空间 让他喧泄的 小林和小芳 此刻也开始了晃动 他们的舞姿也很美妙 尤其今天穿得那么低胸 随便做两个 略显诱惑的动作 就让男人有种 血脉慧张的冲动 小芳还故意 就在福明杰眼前 做了几个臀部的 大幅晃动 幅度之大 几乎挨到他的大腿了 不过福明杰 却完全没有在意 墨镜是个好墨镜 在光线不好的酒吧里 却将视野调配得 更加清晰 比照相接着自动调节光线 还有牛啊 虽然距离有一点远 却一点也不妨碍 他欣赏正在舞池里 全面放松的王庆 真不愧是表演戏的 能歌善舞啊 三个女子之间 王庆身上的衣物最多 却最紧深 流动身躯的流畅自然 将他完美的曲线 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 随便动一动 便能让身边的男人 眼珠子都掉下来 几年不见 王庆的容貌 似乎并没有变化 似乎更好看了些 依旧标准的额蛋脸型 额头光洁 肤色如雪 更令人叫绝的是 他生就一副 冷艳无比的容貌 如雕塑般精致 挺直的鼻梁 显得充满自信 弧度优美柔软的唇形 娇艳雨滴 让人恨不得咬上两口 略间又带着圆润的下巴 让他在冷袄中 又带着无限妩媚 让人不敢直视 却又忍不住要直视 今天一天 傅明杰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能好好欣赏王庆的美太 离得太近 反倒是不敢看得仔细 这样的距离正好 真不愧是自己 单相思数年的笑话呀 无论到了哪里 还是这么的出彩夺目 傅明杰正看得住神呢 突厥身后一动 一转身 却是小芳紧紧地贴了上来 趁着他转身 双手轻轻缓住他的腰支 凑到他耳边 怎么不跳舞啊 傅明杰没来得及说话 小芳已经静子开始 带动他跳了起来 傅明杰张了张嘴 见刘武正用同样的姿势 抱着小芸 压根没注意自己 不得已 只得随着他的步伐 轻轻晃动起来 只是 为何贴得越来越近了 傅明杰尴尬地想要逃离 却比小芳轻轻缓住身体 还幅度欲发大的晃动起来 小芳不可能感觉不到 傅明杰的反应啊 不但毫无闪避的意思 反倒贴了绿发紧了 她的脸色略现红润 突然福尔 敲声道 傅总 这个酒吧的楼上 就是宾馆 哦 我们跟你很快 一会儿就回来 不过有人知道 小芳的声音很萎靡 充满了诱惑的气息 一边说 某处压得 欲发得紧了 哦 难怪你选在这里玩啊 原来你熟悉地形啊 很快 是的 只要随便打个幌子 二十分钟 真的很快啊 风明杰用力晃了晃脑袋 娘细皮 自己都在想些什么呢 也跟着福尔过去 别打我的心思了 哦 给你准备的钱 都在留我身上 能不能拿到 可不是我说了算的 我这边有人 小芳的脸色愈发肺红 轻轻咬了咬嘴唇 副总 你 你真坏 嘿嘿 风明杰趁势脱出他的怀抱 举起酒杯 来 干杯 周人一饮而尽 哎 嫂子呢 还没回来啊 刘五放下酒杯 这才发现 少了个人 还在那边跳舞呢 风明杰苦笑了笑 嗯 刘五探头看了看 突然发出一声倡议 推开小铃 冲了出去 嗯 副明杰转过头 一眼看见 不知道什么时候 王沁的身边 已经围了四个 穿着花花绿绿衬衣的男子 其中一个 正在伸出手来 试图用手指 勾他的下巴 王沁闭过 想要挤出去 却被拦得死死的 我靠 副明杰的血液 花的一下 又从下头 全部冲到了上头 提起一瓶 佛德加酒瓶 也冲了上去 刘五是迁到的 慈密地扒开人群 扑到那个正在 动手动脚的人身后 咣当 瓶子碎裂的声音 咦 没见他拿瓶子呀 哪来的 顾不得这么多了 旁边三个 已经回过城了 正准备扑上去 伯明杰见证不妙啊 顺手又拿起旁边一个散台上的啤酒瓶 怎么 怎么 又拿我们的 一个充满无奈的抱怨 一手一个 两个酒瓶准确地 在两个小流氓的脑袋上砸开了花呢 刘五顺势挣脱出来 一把按住最后一个还能动的 上去就是两拳 打得那小流氓七魂八素的 这几瓶子砸得很结实啊 被砸倒的几个 一时间都爬不起来 顿时形成了二对一的局面 剩下的那一个 被两人一顿老拳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啊 嚷嚷 嚷嚷 住手 住手 回头一看 却是厂子里的保安冲了过来 将众人分开 别在这闹事 这些保安手脚还算干净 只是将他们分开来 伯明杰也没好意思冲着他们住手 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将浑身发抖的王庆 一巴揽进怀里 骂的 老子的女人也敢动 你们还是先走吧 一个保安低声对伯明杰道 他们都是这附近的混混 一会儿叫人来了 你们就不好看了 伯明杰犹豫了一会儿 只是自己几个男的 倒也还没什么好怕的 可是还带着三个女的 万一打起来 点了点头 拉住物质纷纷不平地留我 我们走 我操 你们给老子等着 被两人痛欧的混混爬起来 连地上的伤员都不顾了 直接跑了出去 怎么了 没事吧 小林和小芳赶紧赢了上来 没事 我们先走 这顶多算得上是战略转移啊 伯明杰和刘五都没有仓皇而逃的打算 进步出了酒吧 却见刚才那个被打的花衣服 正在对着电话讲什么呢 刘五把眼急一瞪 操你娘的 怎么 还喊人 猛冲上去 一脚就把那花衣服踹了个正着 电话也飞了 你 花衣服大怒 还得还手 你妈 傅明杰冲上去 一脚正中她的下巴 当时给她提成哑巴了 花衣服赶紧双手抱头 等待着即将而来的狂风暴雨 两人对视了一眼 黑黑一笑 转过身 走吧 王庆的脸色有些紧张啊 紧紧挽住傅明杰的手臂 这 这不要紧的吗 傅明杰看了她一眼 安眉地捏了捏 她有些发愣的翘手 没事 这都是小场面 小林和小芳 拾去的一边一个 挽住刘武 几乎是架着她 往前快步走啊 刘武忙到 没事的 不用紧张 没人理会 她指的苦笑了一声 任他们去了 从酒吧走到停车场 并不是一段短途啊 还有经过街道口的大风车 此时已经将近午夜 大风车的光芒愈发耀眼 傅明杰忍不住指了指那个风车 你看 真漂亮 没等王庆接话 只听见一声大喝 就是他们 抓住他们 糟糕 追上来了 傅明杰深吸了一口气 指了指风车下面的咖啡座 你们先去那里坐一会儿 小方和小林面色惨白 急忙坐了过去 王庆也一样面色惨白 却只是咬了咬嘴唇 固执地挽住她的胳膊 啊 关键时刻就能看出 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呢 柱子哥 就是他们 傅明杰转过身 嘿 这么一会儿功夫 还真是来了不少人呢 数一数怎么着 有七八个 手势还拿着家伙 刘武不急不徐地 朝咖啡座走了几步 随时准备操板那儿了 卧槽 敢打老子青帮的人 火都不耐烦了 叫得最凶的 自然是刚才挨打的 那个小流氓了 手持一根棒球棍 气势汹汹的 向前走了两步 一眼看见傅明杰身边的王器 撸了撸袖子 老子今天废了你 顺便把你的妞也给绊了 妈的 这么好的身材 跟着你真是 傅哥 小流氓话还没说完 一个生意 突然打断了他 嗯 花衣服的身后 突然走出一个 戴墨镜的年轻人 刷就把墨镜摘了 傅哥 我是柱子 柱子 刘武疑惑地看了一眼 哎 还真是柱子 傅明杰也认出来了 可不是 面前这人 正是在蛇皮手下 混的柱子呀 柱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柱子热情地迎了上来 紧紧握了握 傅明杰的手 又和刘武握了握手 傅哥 刘哥 早知道你们上这儿来玩 说一声啊 怎么也应该是我请客啊 呃 你不是好端端地 在景天东郊 跟着蛇皮来着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 混到这里来了 秦天遇见 可真是有缘呢 来 来 我柱子今天要好好地招待你们 上次蒙副哥帮了大忙了 还一直没机会好好感谢你 秦天可算逮着机会了 呃 柱子哥 众人一起回头 直接后面七八个手持武器的混混 莫等好呆地站在那里 刚刚被痛欧的花衣服 眼珠子正掉在地上呢 柱子也不言语 走在他面前 娘细皮 就是你个不开眼的东西啊 你知道你惹的是谁啊 不 不知道 还真实声 他就是景天东郊 鼎鼎大名的打架王 富哥 只有你们这几个菜 还不够人家富哥塞牙缝的 还不赶紧过去道歉 这 花衣服明显有些不大情愿 桌子上去就是一巴掌 你他娘子没听见呢 花衣服被打了个亮相 低了头 扔了棒球棍 走到傅明显面前 富哥 你 大人不计 小人过 傅明显指了指王庆 你应该给他道歉 花衣服咽了口唾沫 又转向王庆 嫂子 我瞎了眼 我 哎呀 王庆啥也没说 突然飞起一脚 正踹在花衣服的两腿之间呢 这一腿的力道 着实不清啊 这长跳舞的腿里 哼 花衣服惨呼了一声 捂住裤裆就倒了下来 满地乱滚呐 那些很 comentários 这一声 那些什么都想了 这些小看似的 有点讯阻